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滑快 我們就慢慢的 滑到了 滑到了 到了 滑到了 到了 滑到了 開心嗎 這一站呢 換我帶大家來這邊 稍微野餐一下 從這邊開始 小米 小米米酒 小米 愛草青蝦 然後還有酒釀 跟酒釀小米酒 有看過 有沒有覺得他 這次有一個特別的主題 都好像跟 跟發酬有關係 在地跟台東有關係 對一半 跟台東對一半 發酬 發酬 接近九成 這次的主題就叫 啟酬餐桌 啟酬 是準備開始發酬前 因為發酬可以讓什麼 可以讓我們的食物 變得更加的鮮美 對 這就是這次的主題 所以我們集結了 花東這邊 30家優質的在地商家 然後 對 來做我們這一次的麥時節 來 真的很多人 而且這是今年的第二場 它一年只有兩場 一場只有兩天 兩天 那我們這一次有趕上 對 我們就先從第一家 開始慢慢逛過來 走 好耶 Go 搖下去就對了 很Chill 這是這個 我最想吃的這個 你好 這一整大鍋都是小米 木龍煮傳統的小米飯 怎麼看起來濕濕的 看起來像稠稠的 像麻糬一樣 我們在煮的時候 是放水進去 不斷的拌打 然後打很多次 對 所以手必不必出 對 它煮起來的話很奇妙 不會像麻糬那麼的硬 然後會有一點 很黏稠這樣子QQ彈彈的感覺 然後很特別再加上 一些發酵的一些製菜 對 然後花生粉很香 這個炸的我想吃 這個是炸野菜天婦羅對不對 好香喔 好香喔 鬼真草 鬼真草 可以吃啊 上次大花旋風草 我們在荒島大花旋風草 就有來吃啊 而且我仔細看 它旁邊配的製菜是什麼 鱸繩 鱸繩花 對 台東這邊鱸繩也是有名的 超級豐盛 而且好好吃喔 以前應該沒有吃這麼豐盛吧 對 但是做出之後才有的對不對 在那個打耳機的時候 打耳機 打耳機 重要技點 大家時候吃是 就是有盛典的時候才可以吃 對 然後對我們來說是個很抵抗的 我們今天應該算是一個 美食祭典可以吃了吧 可以 謝謝 謝謝 對喔 看這一家 我很好奇 五蜜伊娜家的天然冰箱 阿姨 這個沒有冰耶 沒有這個 原汁原味的酸辣湯 筍子跟什麼 筍子 辣湯還有辣椒 花生 我懂為什麼它叫 天然冰箱 因為我們菜在發酵的時候 是不用冰的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蔬菜它自己發酵熟成後 會產生一個 跟原本不一樣 而且更加鮮美的滋味 老一輩的會拿來味道 好香喔 真的嗎 好香 對啊 好特別的吃法 對啊 天然冰箱就是 雲南家的菜園 就是我們隨時想要吃什麼菜 就直接去那裡吃 就是我們的天然冰箱 不用放在冰箱裡 非常符合原住民 他們對於自然環境地面而言 山跟海就是我的天然冰箱 對 好棒喔 來 請 謝謝雲南 你看 好棒喔 我只有在韓國 喝過這樣子的一個 冷湯的這種做法 在台灣我第一次吃 我完全沒有喝過 好 沒有喝過對不對 來這邊就對了 漫師姐 我也是在討第一次吃 好 我們走 那邊在烤什麼 起火了耶 BBQ 對啊 是燒稻草 好特別喔 它是烤食辣飯糰耶 而且它用的那個是 稻子的那個乾掉的稻梗耶 可是 食辣不是都要生吃嗎 它這樣燒應該不會熟 但是它應該把那個 比較厚重的味道我們再燒掉 而且增加一個稻草的香氣 整個炭香那個肉會 吃起來會更加的不一樣 我光是這樣看就可以想像到 那個美味的感覺耶 真的燒起來 巴力回來 巴力回來 感覺把它吸過來了 好漂亮喔 你看我們這個食辣搭配 怎麼一起吃啊 搭配我們自己生產的 鯉雞稻米 稻米搭配有機稻米啊 對 搭配有機稻米的稻梗下去烤 燒火了 因為 因為它的油脂很多喔 對 洗辣 洗辣喔 對 貼片 它這樣洗到起來只是半生熟的 所以並不會 搭配它原本的味道 來啦 然後再加什麼 那個是什麼菜 這個是 平常比較 平常才能看到這個對不對 有... 有辣椒 那它的葉子 跟辣椒一起醃就變成這樣 也是我第一次吃醃製辣椒耶 我也是第一次 之前曾經聽過 我從來沒吃過 這個完全就是懷石料理的做法 我們來一兩份吃好不好 好 我吃它這很想吃 吃這個 我要吃 阿姊 阿弟 吃這個... 吃這個 你們香腸好香喔 姐姐 這是什麼香腸啊 是蔥香腸 吃蔥香腸 對啊 趕快問 姐姐 嗨 妳是什麼煮的 我們是布農族 它好漂亮 對啊 妳是不是那個香腸西施 這麼漂亮 真的嗎 很像嗎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是蔥香腸喔 蔥香腸 它的肉質在噴出來 對啊 看 酒釀 酒釀 我們用小米酒 做出來的那個米 塞進去 那個小米酒 那發酵加進去 肉裡面肉質是不是吃起來 會更好吃 當然啦 很嫩喔 因為那個肉都酒醉了 你吃你吃了 肉都醉了啦 肉都醉了啦 我跟你講這個肉喔 一定特別嫩 它是非常... 非常的歡樂的過程 你沒有醉吧 對 對 對 這個香腸 從頭到尾都是煮在一個 很歡樂的過程下 被炭烤的 它有一點酸酸 鹹鹹甜甜 那就會有很棒的香味 甜甜椒我可以吃 跟妳一樣喔 你也甜甜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你看 肉好酸 歡樂 那我們要不要吃一下 要 這好像是這個怎麼樣 就是大汎堡 在德國的那種感覺也是 你直接烤完就直接吃 沒有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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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那個鹽來的那個 吃完以後會很歡樂 好 歡樂的小米 我還沒吃我就很歡樂了 你去哪找一個 這麼歡樂的阿爸 對 阿嬤走 我們去吃飯 走 跳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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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哇 failure 好可愛喔 我先吃這個給飯 我就知道你想吃олог 吉拉奧 來 好香喔 我想要吃到有味道 它這樣真的很像那個壽司的感覺 它很香 其實是鴨壽司嗎 我們說真的 吉拉奧真的很鹹 但是搭配它這個米這樣嚼下來 兩個綜合起來的味道 反而是鹹香 鹹香 鹹甜的 它肉好有嚼勁 它聞起來是這一隻酸的 酸味還是有 但吃起來反而 沒有生的那麼酸 很像這種 很香 很嫩版的鹹豬肉 對 而且它發酵過 整個的鹹鮮度都變得更好 然後再搭配它那個 炎製發酵的辣椒液 我覺得體會很多 我想吃 小米酒釀香腸 我吃蔥 我先把它夾成一半 我也要吃吃蔥 來 小米酒釀的香氣真的很厲害 而且哥哥說那個肉都醉了 超級香的 因為有多了那個酒香跟小米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反而比較不會濃密 但你點點小米酒那樣的那個微酸 真的 多醉了 它整個肉的配比 再加上刺蔥那個特有的香味 吃起來就讓我去哇 再吃一口 就是它的香腸不會很好吃 它吃起來就感覺超健康 對啊 辣的 我要吃小米飯 小米飯 對 我要吃炸葉子 炸葉子來了 它麵超Q 很Q喔 很像麻糬 就是麻糬 真的喔 對 但又沒有麻糬 你說一口牙就會有點麵 好吃 然後你還要點小米 也要小米 對 小米它是很... 很像麻糬的Q 但是它又有一顆一顆的 很像明太子的口感 超特別 而且又很香 我愛它這個味道 有顆粒版的麵 這個湯也是真的很... 竹筒湯我還第一次看到 是加冰塊的喔 你是以為它是熱的 真的嗎 就是筍子肉的 對啊 在發酵的時候 自然產生那個味道 自然產生 你可以不要看Q 我喝 它就是那種 有沒有吃過那種酸筍空間菜 那種酸筍的酸度 然後可是你加辣椒之後 它反而就帶 把那個酸度稍微往下壓 然後乾度就跑出 真的像酸辣湯一樣 而且有冰塊很涼 這湯是我的菜 對 你一口湯一口筍 真的帶一點的辣味好棒 我們不是有找食材嗎 我們晚一點回去再慢行一次 好啊 自己弄弄看 可以... 我覺得這很好耶 我們自己找食材 然後我們自己去想 用自己創意做 好不好 我們做給你吃 可以吃東西吧 我們最喜歡吃東西 我們做食材 因為可以吃東西 不是 什麼 可以吃東西 我們買了 我們可以選擇